今年来,中国各地一座座摩天高楼拔地而起 中国建筑企业何以屡屡刷新城市天际线 带着这样的疑问,记者5月21号走进武汉第一高楼 武汉绿地中心 中建三局武汉绿地中心项目执行总经理李江华告诉记者 这栋高楼的建设离不开空中造楼机这一大国重器 它能让建筑工人在高空施工如履平地 最快四天盖起一层楼 核为空中造楼机,李江华解释 空中造楼机全称自带塔基微凸支点智能顶身摩架系统 可以理解为一座移动式的造楼工厂 它主要由钢框架系统支撑于顶身系统 模板系统,挂架系统及附属设施系统 以及一台洞壁塔吊组成 类似一个钢罩布置在核心桶上部 支撑在核心桶外围墙体上 这个造楼机它主要的功能还是一个封闭的一个施工体系 施工的体系 就是我们工人,模板,包括干净,加工,转运,火灵土的胶柱 它基本上就是形成了一个密闭的施工环境 我们的工人在里面施工,就能够尽少了那种高空的,不安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工人师傅在里面施工,就跟在地面施工 基本上是感觉是一样的,很平稳,很安全 据介绍,空中造楼机不仅运用于武汉绿地中心 北京的中国村,天津的117大厦 沈阳的宝能环球金融中心等超高层建筑 都在空中造楼机助推下挑战新高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